什麼啊 啊 哈哈哈 哈哈哈哈 太好了 剛來地度就抓到了顧錦麗出軌 喂 文文抓到了那沒見過面的未婚夫 出軌的證據了嗎 還沒有不過就快了 好我們等你水掉這麼不靠 我的娃娃琴回南城慶祝你二十二歲生日 當然 我沐婉婉要靠自己做南城最強女總裁 男人什麼的都要靠變正 我支持你 沐伯伯這邊還能瞞住 你就放心吧 那就好 等我今晚拍到顧錦麗出軌的證據 我就立刻回南城 說服老爺子退婚 說是要去酒店了 好機會 哇 不是吧這快這麼激烈啊 這個 看來今晚能拍到大的了 你怎麼出來了 發生什麼事了 你怎麼出來了 沒想到傳聞中不敬以色的顧達公姿 沒想到傳聞中不敬以色的顧達公姿 也不過如此 我怎麼用對著 是不是這樣 然後所說的 就是香港 blank了 跟icker 顧錦麗 不行 不行 我不能說 顧錦麗不行 立刻把照片 一年寄給穆家大小姐 什麼堂堂顧少竟然不行 啊現在怎麼辦 顧錦麗最好面子 一般女人很難靠近他 嗯 反正只要在穆爺爺面前 拿出證據就行了 晚晚那不然 委屈委屈你 你心的出馬 我 你 小林姐 真羡慕你 能去顧錦麗做女佣 唉羡慕什麼呀 她和人家規矩最多了 況且我媽生病了 我還要照顧她呢 這不就是潛入顧家 勾引顧錦麗的好機會嗎 既然你去不了 我幫你 嗯 希希說的沒錯 要是讓顧錦麗愛上我 再讓她去穆家退婚 這樣也嚴肅沒話說了吧 顧總放心 已經匿名把那些照片寄給了穆檔小姐 相信她拿到證據 很快就會來顧家退婚的 好 這是顧家新來的傭人 您看一下 我 把這個人 先調來我身邊 調到您身邊 少爺 這不是 專門伺候老太太的佣人嗎 既然是專門照顧奶奶的 自然不能出剎子 我要用順手的人 顧總好 我是顧家新來的女優 江玲 我顧家的傭人不是那麼好當的 最重要的是董主人的心意 今天我的午餐 你來安排吧 放心吧顧總 包您滿意 麻煩給我們顧總來一盤韭菜 再來個十全大補湯 總之 什麼補來什麼 什麼補來什麼 江小姐 是在暗示我 顧總說的什麼話 我不過是在完成你的任務而已 顧家是找你來工作的 別動什麼不該有的心思 那緊離這是什麼意思 也對 還不行這件事 可是顧家秘密 怎麼能隨便說出口嗎 你別想想啊 我們顧總身體一點問題沒有 他只是口味獨特 單純喜歡吃這些東西而已 好的顧總 我們這就下去給您準備 顧總 我選的菜還合您的心意嗎 江小姐 我欣賞坦誠的女人 你這樣口是心非的人 我不感興趣 夠難的 看來我得再下點猛藥 那顧總 我要是承認 我要是承認我有別的心思 您就對我有興趣了嗎 口氣不小 讓我對你感興趣 你覺得你憑什麼 就憑什麼 就憑我非常了解顧總 好 那我就看看 你到底對我有多了解 你到底對我有多了解 顧總 這個傭人要留下嗎 留下吧 原來顧總 原來顧總喜歡這樣 那顧總 我要是承認我有別的心思 您就對我有興趣了嗎 有意思 既然要退婚 那就把戲做全 這個木大小姐收的照片 不可能沒有動作 我身邊有個女人 或許不錯啊 是 照片寄出去了嗎 寄過去了 這木小姐也簽收了 只是不知道為什麼 木小姐一點反就懂了 沒想到堂堂的木家大小姐 為了利益 連自己的未婚夫不忠 都可以容忍 老太太死活不同意退婚 顧總 我們下一步怎麼辦 給我找到木玩玩 所有的資料 還有 約他和我見一面 是 許小姐要的東西呢 怎麼還沒人送上去 孫姐 許小姐連顧家的一個母蚊子 都看不慣 你又不是不知道 我可不敢去 帶慢了他 等到他鬧起來 我們都得完蛋 你不去 難不成我去 我不敢 之前有人被許小姐劃了臉 都破像了 還有人被推進泳池 高燒半個月 與其被他害 還如果現在辭職 離開顧家 新來的去把這張花茶送過去 我 就是你還不快去 顧家的用人真是越來越不會辦事 磨磨唧唧的 在做什麼 丁柔 這顧家的漂亮妹妹 真是越來越多了 庸人就是庸人 還敢妄想山雞變鳳凰嗎 庸人就是庸人 庸人就是庸人 你長得這麼好看 還在做庸人 說出去誰信 這位小姐 沒有證據的話就不要亂講 再說了 女人不是只能靠自己臉吃飯的 我看有些人就是揣著明白裝糊塗 你為什麼偏偏來顧家擔憂人 不就是想著嫁給顧少上位嗎 嫁給顧錦麟 抱歉 我從來沒有這麼想過 招什麼招 有本事你信了就滾出顧家 我就信你說的話 許小姐 大家都很忙 不像你 每天都只想著男人 你要是閒得發慌不如多上上茶一課 說不定顧總就能多看你一眼 一個庸人也想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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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讓我離開顧家可以 我只有一個要求 說吧 要多少錢 你再誠誠懇懇懇的跟我道個歉 我就考慮盡快離開顧家 你瘋了 竟敢打我 知道我是誰嗎 不自量力 心有口是顧少的青梅竹馬 要是讓顧少知道了 一定不會放過你 好啊我正愁著顧錦麗不願意見我呢 你們在做什麼 錦麗哥哥 這個庸人他竟然敢打我 是啊顧少 你可不能留這樣以下犯善的下人在顧家 這還成何體統 江林 這是怎麼回事 顧少我確實打了徐小姐 錦麗看吧她承認了 顧少 信任和你一起長大 兩家交好 你可不能偏袒外人呀 顧少我確實打了徐小姐 她給了我二十萬的支票 讓我離開顧家 可是我是真心喜歡你的 我不願意讓這份感情被金錢玷污 錦麗哥哥你聽我解釋 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樣 顧少 徐小姐說的對 我只是一個傭人 哪怕我再喜歡你 終究還是陪不上你 我還是走吧 三 二 一 站住 我就說嘛 顧錦麗身體殘疾心理變態一定是這套 錦麗 一個小小的傭人走就走了 你還留他做什麼 出去 錦麗 顧少 顧家的傭人幾乎都是被徐小姐逼走的 你這樣他以後要是報復我怎麼辦 臭農菜你閉嘴 他說的是真的 我沒有 錦麗哥哥 你要相信我 啊 許小姐 原來你做的這些事顧少不知道啊 我還以為你在顧家的所作所為顧少都知道呢 你閉嘴 許小姐 這裡是顧家 請你以後不要隨便管教我顧家的雍者 請你哥哥我 請你出去 顧少人家真的好感動啊 康康打巴掌不是還挺神器的嗎 裝什麼柔弱啊 太多了 你都看到了 不愧是我看中的女人 看中我 顧少人家 你這是 喜歡上我了 你膽子還挺大的呀 那我要是许你 你敢不敢答应 敢啊 不过顾少 我要是没记错的话 你还有一个未婚妻吧 做我小 我可不愿意 你只需要答应我 其他不需要你操心 那顾少的意思是 你要和穆大小姐 取下婚约 那也要看你愿不愿意嫁咯 想要顾少和穆大小姐 取下婚约 我立刻嫁 江玲 我这一辈子 最讨厌欺骗和背叛 你说你要嫁给我 你可考虑好了 我考虑好了 好 那我现在就打电话 通知穆婉取下婚约 你还有他电话 嗯 他死来这不取下婚约 我就动了些手段 拿到了他的电话 你的意思是 你很早就想和我 不是 穆大小姐取下婚约了 是 他退婚这件事 只能由他来提 臭男人 还非要我来做这个恶人 怎么了 你不许和他打电话 你这是 吃醋了 啊 是啊 我就是不想你和别的女人说话 更何况 他还是你的未婚妻 那我找律师和他谈 怎么样 一言为定 当然 我早就想和穆婉婉取下婚约了 你们都没见过 你就这么讨厌他 一个不敢在公众面前露面 躲在家里 不使人家业会的胆小鬼吧 这样没本事的钱金 文件多了 可是我听说他哈佛商学院毕业 手底下的分公司 是牧师业绩最高的公司 还有多行业投资 赚得盆满拨满呢 不过是糊弄外人的叙头罢了 谁说的 他刚接管牧师三个月 牧师的业绩就涨了三倍 这种富家豪门的手段 你不知道 我还是更欣赏靠自己的女人 什么 等到我和穆婉婉婉婚约一取消 我就许你 怎么样 好啊 退婚的事和那个女人谈好了吗 顾总老太太把谈的律师给扣下了 不是说不让你们跟老太太说吗 顾总您还是亲自和老太太说吧 奶奶 顾锦黎 谁云心找布家大小姐退婚的 你想气死我是不是 奶奶 这门婚是不过十二十几年前的一句玩笑话罢了 您何必放在心上 玩笑话 整个帝都和南城都知道这桩婚事 要是我们顾家出尔反尔 以后还有什么里面在帝都立足 如果我一定要去叫桂云 你尽管派人去 我一个一个都给你拦下来 少爷 听说穆大小姐已经在餐厅等着您了 您准备怎么办 我亲自决 没想到竟然这么顺利的就退婚了 再见啦顾锦黎 我现在就订回南城的机票 穆小姐 律师先生你终于来了 你终于来了 你终于来了 顾锦黎 你怎么在这 完了 顾锦黎不会发现我的身份了吧 啊 之后我要这么解释呢 说凑小的话 他应该不会相信吧 這麼怕我和那個女人單獨見面 還要跟過來 你是說我是跟著你過來的 嗯 不然呢 如果不是怕我被沐家大小姐搶走 你為什麼會出現在這裡 當然了 我當然是因為怕你被沐大小姐搶走了 嘛 放心 我只要你 你來了也好 我正好和沐大小姐坦白 正好和沐大小姐坦白 讓她斷了進顧家的念頭 怎麼等了這麼久 她怎麼還沒到 可能她有事耽誤了吧 哼 我看她就是不想放棄顧家和沐家的婚事 想要嫁進來當顧家少奶奶 你又不了解她 說不定她是真的有事呢 收了我的東西沒反應 與她見面退婚也不出現 我看她是鐵了心的不想退婚了 可能她是真的有事 欸 那你還退婚嗎 小莉啊 小莉啊 你放心 顧家少奶奶的位置 只能是你的 欸 這是什麼東西 欸 沒什麼 你不能看 什麼東西我不能看 警力你在這裡做什麼 奶奶 奶奶 您怎麼還親自來了 顧家和沐家的婚事 不能取消 奶奶 這不過是二十幾年前 長輩們的一句玩笑話而已 都過去這麼多年了 您又何必執著呢 我可是找大師算過了 說你們是天賜良緣 這顧家的孫媳婦 除了沐丸丸 我誰都不認 什麼天賜良緣 不會是找了什麼 胡說八道的騙子吧 奶奶 我要娶的人 是她 不行 你與沐小姐早有婚約 沐家沒答應 我不可能讓你胡來 我要是質疑要娶呢 我就從今天起 不吃藥了 再也不要管我這個老太婆的死活了 那如果 是沐小姐要提出退婚呢 如果沐家小姐 總共提出退婚 那此事 也在意 原來顧景莉是因為奶奶才不能退婚的 那要是我把簽好的協議 匿名送到她手上 應該能成功退婚了吧 江陵 你放心 我一定會成功和沐家那個女人退婚的 好 我相信你 好 安排一場商業晚宴 拿出牧師想要的項目 再送一張邀請函給牧家大小姐 顾总 已经把邀请韩送过去了 嗯 把墨市感兴趣的几个项目都放出去 再给他加些筹码 我就不信这个爱情如命的穆大小姐 还不出现 顾锦丽 你又说我坏话 顾总 我先细续安排了 嗯 这么快就想我了 我刚来公司你就跟着过来了 顾总 我是来给你送快递的 谁送的 不知道 我没看清那人的脸 他只说一定要 亲自交到你手上 下次不要随便借别人东西 万一有问题呢 他就是在 关心我 知道了 你先打开看看是什么东西吧 协议是谁寄给你的 赶紧打开看看 木 婉婉 又是这个女人 啊 木小姐 她怎么会给你寄什么协议 你放心 我现在是你的人 这个女人东西 我不会再碰一下 我不会再碰一下 什么 抱歉宝贝 我不知道这是木家那个女人送过来的 要知道是她送的东西 我绝对不会打开 你要不打开看看呗 万一是你想要的东西呢 嗯 不看 我只喜欢你一个人 别的女人的东西 我不会打开 哎 哎 顾经理 你别生气 对她碰过的东西 就更应该好好洗一洗 顾经理 哎 哎 超顾经理 我辛辛苦苦填了协议都不看一眼 嗯 西西怎么给我打电话了 难道是爸爸发现了什么 西西 发生什么事了 我爸没有发现我离开南城了吧 没有 是顾经理给你寄了些东西 我已经找人给你送过来了 啊 那就好 你好 这是西西小姐给你的东西 这是 是故事的商业晚宴 顾经理才不会那么好心给我项目 难道是小夕给我安排的 滚 啊 顾经理 你这样我辛辛苦苦协的协议 那我也不看你的东西 不 沐家可是南城有头有脸的大家族 要是把这个照片给沐家大小姐看 那他和锦铃哥哥的婚事可就黄喽 听说沐娃娃也来的帝都 还会出现在宴会上 只要我把手里的证据给他看 就能阻止他和锦铃哥哥的婚事了吧 这是谁 还想见证吗 这人怎么感觉这么熟悉 沐小姐您快请进 这是沐家大小姐 沐小姐 沐小姐我找你有事 许新楼他又想做什么 不用了 沐小姐我保证不会耽误你太久时间 就两分钟就好 要不是我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 恐怕我就信了你的话 不用了徐小姐 我很忙 嗯 你认识我 嗯 许家与顾家相熟 我自然也有所耳闻 那太好了 沐小姐 我手里的东西你一定感兴趣 我手里的东西跟顾锦铃有关 这个许新楼又想搞什么 沐小姐 你要是知道顾锦铃出轨其他女人 你会怎么样 难道许新楼手里 是我和顾锦铃的照片 抱歉 我还有事 先走了 沐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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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顾上沐大小姐来了 就在门口 果然不出我所料 我为什么会觉得他这么熟悉 你是江灵 许小姐 你认错人了 不可能你就是江灵 江灵 真的是你 许新柔 我劝你不要胡说八道 希望我能够到个小姐 我会想 你不想 你不要胡说八道 我没想到 你怎么会 你就不用管 江玲是我今晚的女伴 錦麗 江小姐 我可以成為你今晚的男伴 當然可以 真是上門的臺面的東西 嘿 連進個宴會都要耍小花招 就這樣的架勢還妄想加進顧家 真是不自量力 坐 顧錦麗不會看出什麼來的吧 想來宴會 顧錦麗 對不起我不應該自作主張 我的意思是 你想來宴會的話 提前和我說一聲就好了 不用重麻煩 可我只是顧家的一個傭人 很快就不是了 這次宴會結束 我就會取消婚約 你這場宴會是為了退掉婚事才訂的 嗯 所以這場宴會上要簽的合同和項目都是假的 不是啊 那就好 你這麼擔心向我們做什麼 我就隨便問問 顧錦麗 顧錦麗 宴會什麼時候開始啊 我都餓死了 我們先去宴會吧 餓了 那你在這裡等著 我很快回來 唐唐唐顧錦麗 要去給我一個小保母拿吃的 要不要 呀 顧錦麗 應該沒有發現我的身份吧 許小姐 你來做什麼 這裡是錦麗哥哥的休息室 你一個傭人能來 我就不能來嗎 這張卡裡有一百萬 拿了錢 趕緊滾出顧家 許小姐這是想收買我 收買 你也配 曲曲一個乞丐 本小姐看到你就覺得惡心 想買個清淨 曲曲一百萬而已 許小姐出手這麼小氣啊 江玲 你還嫌嫌少 也不看看自己幾斤幾兩 既然許小姐沒錢的話 那就不好意思了 我幫不了你 你 抱歉 我還有事 先走了 把他給我抓 把他給我抓起來 把他給我抓起來 許許新柔 你在做什麼 江小姐急著跑 是因為偷了我的戒指 心虛嗎 許新柔 我沒有偷你的戒指 還請你慎言 可是我剛和你說完話 我的戒指就不見了 不是你 還能是誰呢 你這種嚇壞人 手腳怎麼可能乾淨 許新柔 我原來以為你只是蠢 沒想到你真是又蠢又壞 窮怎麼了 窮不代表道德低下 不代表你可以侮辱我的人格 好啊 既然你說你是清白的 那就證明給我們大家看呢 你要我怎麼證明 你說你沒有偷戒指 那你敢不敢讓我搜你的身 好 你搜啊 大家看 他就是小偷 不可能 我根本沒碰過這枚戒指 是嗎 可這枚戒指就在你的包裡 你還想怎麼狡辯 是你偷偷放進我包裡的 江小姐 說話可要講證據啊 你說是我幹的 你有什麼證據 把他身上一副全包下來 看看是不是還偷了別的東西 許新柔 你沒全力這麼做 弄著幹什麼 他要是偷了顧家的東西 你們都吃不了 你們都吃不了 兜著走 不要 不要 许新柔 你在故事晚宴上这么闹 就不怕坏了故事的名声吗 笑话 一个庸人 还敢打着故事的旗号恐吓我 就算锦丽哥哥追究起来 又能怎么样 我可是许家大小姐 谁又能拿我怎么样 你这明明是在污蔑 顾锦丽会看不出来吗 你在胡说什么 许新柔 那间休息室里面有监控 既然你口口声声说戒指是我偷的 我们就去查监控 有什么好查的 戒指就是在你包里找到的 你休想抵赖 快把这个手脚不干净的女人认出去 是 住手 我从来给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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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顾锦丽 徐星柔 我警告过你 江灵是我的人 吉利哥哥 会听到什么了吧 吉利哥哥 你什么时候来的 谁让你动他的 吉利哥哥 你听我解释 是江灵偷了我的戒指 这种人不能留在库家 我就算要偷 也不会偷这种低档后 住嘴 你有什么资格说我的东西 戒指上的钻石透明度太低 纯度不高 看起来就像塑料 还有 切割得一点艺术性都没 太俗 也就偏偏不识货的人 许小姐还真把这戒指当宝了 既然许小姐只一说是她偷了你的东西 那我们就一起去掉监控 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 吉利 今天是我冲动了 既然戒指找回来了 那就不追究了 许新荣 这件事 我会如实告知许伯父 许家可以由着你胡来 但这里是我顾锦尼的地方 难道你们宁愿相信一个下人 也不愿意相信我吗 我的话不说第二遍 那我们在咸石把这些人 olv意信 就会坚持人 那川北 我愿意相信 чувств 我本来不愿意相信你 也不愿意相信你 所以要说 二位 九位 六位 四位 一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是说话让你在休息室等我吗 许小姐来找你 我在休息室只会惹得她更生气 这里是故事 你只要听我的话 没人敢动你 可她毕竟是你的青梅竹马吗 没有谁比你更重要 我去看看监控 再给你安排一套新的礼服 张小姐 我们这边给你准备了甜点 您可以用一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站住 想跑 我看你能跑到哪里去 帮了我 你想要多少钱 我都可以给你十倍 十倍 西律新柳可是给了我一百万 一百万 十倍不过就是一千万 你要一个一我都可以给你 我要你钱有什么用 让你跑了 那钱再多我有命花吗 我保证 只要你放了我 我不会追究 我不信 姑娘 今天你无论如何是躲不了的 怪怪不能死的 没有 啊 肯总 还是没有找到江秀宁 说 这有您呢 我说 我说 新某 女儿 孤锦麟 戴上 戴上饶命 是谁让你这么干的 是徐小姐 徐小姐 你还有什么好说的 警察 江林的身份有问题 许新柔 你以为我还会吸引你的鬼话吗 这是家政公司的资料表 他不是真正的降临 没想到 许新柔竟然查到了我是假扮的 锦丽哥哥 证据就在这 只要你看一眼 就算是为了奶奶 可以吗 降临 告诉我 他说的不是真的 原来如此 郭锦铭 你听我解释 锦铭你可不要心软 这样的女人根本不值得信任 顾锦铭 对不起 但我是有苦衷的 告诉我你的真实身份 我可以不计较 说 你是谁 抱歉 我不能说 顾锦铭 我真的是为了顾驾着想 这样的人 可不能留在奶奶身边 从今天开始 你不用再留顾驾 要是要是再让我看见 绝不会受软 郭锦铭 我骗了你 就算你以后知道我的真实身份 也不会愿意和我结婚了 我的愿望 是不是要分手 好 滚 现在你终于被赶出了骨子 现在你终于被赶出了骨子 这就是跟我们斗下的 薛新荣 你的目的达到了 祝你和顾锦丽幸福 这就不了 你这个冒牌货操心了 顾锦丽知道我骗了她 现在肯定烦透了我吧 大小姐 你们怎么来了 大小姐老爷知道您失踪了 调动了木家所有人还追到了帝都 这才找到 是啊小姐这几天你到底去哪了 我这几天在外面散了散心 大小姐 你的脸 怎么回事 小姐 是谁敢欺负你 我这就去把她大谢八快 我没事 带我回去吧 既然你这么不想嫁 顾道哨约我明天到顾宅一聚 我帮你回了这么近 我帮你回了这么近 爸 明天退婚 我要亲自去 你不是不愿意嫁个顾绍吗 还去借她做什么 爸 你就别管了 总之 我有很重要的事情 我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做 董事长 小姐她好像在顾家收了点饼血 好 爸爸到时候陪你一起去 您做什么 爸爸都支持你 谢谢爸 不过 您能帮我办一件事吗 站住 许小姐 有何之交 锦丽佩克说过 不准你再出现在顾宅 你还想死缠烂打吗 许小姐 你说对了一半 我也是专门来找你 找我 你也配 许小姐还记不记得 她是谁 你在胡说八道些什么 我根本不认识她 许新柔 你不敢看我 是心虚了吗 我只是不愿意 与你这种拘心不良的女人 过多纠缠 你不要 我今天就是来告诉顾家人 到底是谁拘心不了 我警告你 锦丽哥哥说我过 现在不想在顾家里看到你 识相的 就赶紧给我滚开 许新柔 你陷害我在先 找人绑架我在后 我手里证据齐全 你还有什么好说的 就算是我做的 那又怎么样 我不过是在帮锦丽哥哥罢了 你一个来路不明的女佣 我自然要想办法把你赶走 我给你一次机会 只要你主动自首 我放你一把 你做梦 我倒想要看看 你能把我怎么样 续声 这是你自己选的 爸 你和锦丽哥哥聊什么呢 锦丽 我就直说了吧 既然你要和顾家 千金退婚 那你和新柔的是 徐伯伯 一直以来 我都把新柔当做妹妹 顾家 是帝都首帝 但我们许家 也是帝都的名流世家 若是我们两家联姻 两家合力 顾上 你就一点都不心动 徐伯伯 我顾锦丽 不会把自己的婚事 当做一门生意 我要娶的女人 只能是我爱的人 锦丽哥哥 难道你还想着 那个骗你的女人吗 顾锦丽 你还真是厚脸皮 还敢来顾家 顾锦丽 有些事 我想和你单独聊聊 说什么 顾家的佣人 真是越来越不得力了 这个人谎话连篇 还敢把他放进来 许小姐 你慌什么 现在我还没想 把你做的那些破事 抖出来 我们之间 有什么好说的 顾锦丽 你在期待什么呢 顾锦丽这么骄傲的人 怎么会容忍有人骗他 况且还是他 准备共度一生的人 顾锦丽 你和许心柔 都是真心相爱的吗 这和你有什么关系 就是 还不快滚 这位姑娘 我的女儿和顾绍 从小一起长大 许家和顾家 更是门当户对 你赖在这里 是没有自尊吗 很好 顾锦丽 我成全 我是来退婚的 退婚 你什么时候 和锦丽哥哥 有婚约了 你不会是把我 说到去你的事 当做婚约了吧 也不看看 自己的身份配不配 真是大言不惭 顾锦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你和穆大小姐的婚约 还没有解除吧 这和你有什么关系 这不过是两家的玩笑话 这也能当真 南城和帝都 人人都知道 穆家和顾家的婚事 你说这是玩笑话 这就不让你操心了 穆家和顾家的婚约 今晚就会结束 看到了吧 顾家少奶奶的位置 是我的 顾锦丽 你之前说 和穆大小姐取消婚约 以后就娶我 是真的吗 觉得 觉得 你还站着做什么 还不快滚 好 顾锦丽 穆家和顾家的婚事 取消了 你个庸人 有什么资格在这里管顾家和穆家的婚约 因为我就是穆家大小姐 穆丸丸 真是笑话 你也配当穆家大小姐 我看 你真是疯了 徐新荣 我知道你很紧 但是你先别紧 因为你很快就会知道 我们之间到底是谁疯了 顾上 还不快把这个满口回应的女人丢出去 顾锦丽 你忘了吗 这个女人最会骗人了 她一定是在说谎话骗你 顾锦丽 我真的是穆家大小姐 你信我一次 我之前没有向你坦白 是我有苦衷 我没有耍你 滚 滚 你弄了吗 紧紧哥哥叫你滚你没听见吗 够了 王王 穆伯父 什么 这个假的将领 真的是穆家大小姐 顾少 穆家和顾家的婚事取消了 你既然真的是穆家大小姐 不可能 这不可能 来人 你这个欺负婉婉的人 挖出去 从今天许家破产 我不想在南城和帝都看见他 爸救我 穆总 之前事情有误会 你给我们解释 把这两个人都带走 是 穆总 穆总 好吧 我们走 婆父亲们 婆父来了帝都 也不让晚辈 进一记地主之夜 听闻晚晚这几日 在顾家吃了不少苦 穆总 我穆家 虽然比不上帝都的顾家 但我也不想 我的宝贝女儿 受半点委屈 我们俩家 从此不要往来了 婆婆 这中间一定会 我并不知道 晚晚是穆家大小姐 误会 你的意思是 如果晚晚不是 我穆家的大小姐的话 就可以随便地欺负了吗 婆婆 顾静怡 我隐瞒身份来顾家 就是为了取消婚约的 现在我的目的达到了 顾少 再也不见 再也不见 爸 我们走 早知道会发生这么多事情 我一早就该把顾家的婚事 给退了 爸 既然事情已经解决了 我们就不要再想了 也是 今晚就是你 二十二十日生日 我们现在赶回南城 还来得及 妈妈今晚陪你 爸 我能不能 一个人在地都过一个生日 在地都过生日 我大学的几个朋友也在地都 我这几天也没好好逛过 他们说 要一起给我过个生日 好 那就听你的 那今年你生日 自己安排吧 谢谢爸 谢谢爸 妈妈 你和顾晴一代 这辈子都不会再见了 你想方设法留在地都做什么 我看火山 能下光雨 晚晚快过来 准备许愿了 好 习惯 我怎么又想到不紧呢 玫瑰花 莫小姐 是门口的一位先生送的 顾锦丽 那束玫瑰花是你送的 是 给你的生日礼物 也是给沐小姐赔礼道歉的 什么样的花我沐晚晚买得起 不需要别人送我 当然 你是沐家大小姐 想要什么都能得到 晚晚 我真的不知道你是沐家大小姐 如果我一开始就知道你的身份 你看是那种人 我们之间 是不是有别的可能 算 顾锦丽 毕竟你也救了我几次 我们之间扯平了 往后再见面 我们还是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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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朋友朋友 我们之间的婚约还没有作废 我没有同意 所以 这朋友 我恐怕是担待不起 不做朋友 顾锦丽这是什么意思 没事 我知道顾总不缺朋友 既然你计划我们曾经的婚约 那我不招惹顾总就是 顾总也乐得亲近 我的意思是 我现在依然是你的未婚妇 晚晚 难怪你半天都不进来 原来是在和帅哥聊天呢 是啊 我看啊 这帅哥长得也蛮不错的 不如就收到你穆大小姐的后宫里去吧 你们在说什么啊 脸都红了 看来是真喜欢 帅哥 今天可是我们穆大小姐的生日 只要你把她赔高兴了 这钱 都是你的了 这位女士 这钱 不需要 还挺傲 知道这位穆家大小姐多有钱吗 你们别说了 她根本不缺钱 她可是过家 我的意思是 我们之间有合约 只要她愿意 随时都能带我走 合约 晚晚 我看你现在还敢说不喜欢 对啊对啊 还想瞒着我们 我什么时候有合约了 看来穆小姐是贵人多妄事啊 不过没关系 我记得就好 合约 胡锦尼说的 不会是我们之间的婚约吧 嗯 晚晚 老实交代 晚晚 你们别闹了 她 她是我朋友 我们俩开玩笑 朋友啊 那我们倒要看看 是什么样的朋友 帅哥 今天不准走 一起玩 我上这群我真是 我上这群我真是 哦 晚晚到你了 说真心话还是大冒险 真不知道她在这里凑什么热闹 害得我都拨不开 我选真心话 怎么了 晚晚 从前你可是最敢玩的 选什么真心话 没意思 难道是看到喜欢的人在这里 害羞了 好好好 我选大冒险 行了吧 这还差不多 你就亲一口这个帅哥吧 不行 那好吧 那就认罚咯 这就我来喝 不用 我自己来 把我作与呢 那个 哇 怎么又是我 选什么 曼凯倫 走 我 我是 大冒險 親一下你身邊這位帥哥 他喝不下了 這幾杯酒就我來喝吧 行吧行吧你喝也行 你吃不懂你在做什麼 木耳丸 你知不知道你在做什麼 我在親你啊 我在玩一大東西 我先帶他走吧 你等著我去給你弄點心血湯 不要走 聽話 我去給你弄點心血湯 不用 等我到了南城 我們就不會再見面了 所以你不准走 你不准走 那我就在這裡陪著你 啊 把愛人的故事 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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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顾锦黎